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很大堆头 这堆赛 想象中我应该差不多都说过这些农产品 有高麗菜 椰菜 萝卜 红菜头 芥兰头 但是为什么这次一次过拿这么多过来呢 因为这一批菜其实就是我一班学生 他在打鼓岭 他有一个復坚计划 整个年轻人一起去做个产销计划 他种了一些本地的优质蔬菜 然后就拿去买 但是其实这个农场 你都知道 就算很厉害的农夫 他种得很厉害也好 他都会有一些叫做不是很英俊 叫做不完美的蔬菜 或者是怪怪的蔬菜 那这些蔬菜如果你交给 街市或者超市 甚至给一般真金白人买菜的朋友 他们可能觉得 哇 我给你钱的 你给你这些样子的东西 我不太喜欢 但是其实食味或者质素 是一样的 所以农场无奈 他唯有可能把它扔掉去 或者不要 那这种情况 其实在香港 以至在外国 都是很普遍的现象 那我们只在农场 那里已经可能 我所知 已经可能有一两成 如果不幸些 可能有三成的蔬菜 已经是拿不出来的了 那这些蔬菜 最后可能会变成堆肥的 那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个情况 那你去到运输那部分 然后去批发商 去到超市或者零售商那里 中间就不停不停地 有一些运输 或者压烂了不得的菜 是被扔掉的 到去到市场 卖剩的那些 没人卖 他又扔了 分钟 基本上 真是农夫种到的菜 去到用家手上 可能一半都没有 而有一半的 可能都是被浪费了 或者是消耗了 那当然了 我们很鼓吹 就是大家用一些不同的行动 去改变这一个食物问题 那但是我作为一个农夫 那可以做些什么呢 那我们就发觉 近年又有疫情 大家健康不是那么好 而且大家都会觉得 有机菜本地菜 是一些很天价的东西 那我值此都跟一些学生说 不如我们学一下外国有一个行动 叫Food for free 或者Food is free 的一个行动 这个行动 不是一个大机构 大组织搞出来 然后是大家一起跟的一个行动 其实很民间 或者很快闪的 在外国已经流行了 十年八年了 就是一些 可能一些家论 一些原藝种植者 或者一些街市的朋友 就是开菜当的朋友 以至是一些小型的农场 他们会将自己多余的蔬菜 或者一些不漂亮的蔬菜 就把它放在 可能是一个社区的一个空间那里 然后在桌上 就写Food is free 就是欢迎大家拿去 然后就让一般的民众 都可以试试吃一些新鲜的蔬菜 那这个运动在香港暂时未见到的 就是可能一些储存的罐头食品 或者一些柴米油盐是见到的 但是暂时新鲜蔬菜是没有的 因为运输的各样东西都很麻烦 那我希望呢 就是现在今年 就是我班 我班学生呢 就聪明了 就是种到一样的蔬菜了 那而且他们一些 就是大家觉得那么不完美 譬如很小的椰菜仔 就是 一样的食味一样是很好的 那我不如就想一想 如果我们卖不去的 我们可以做食物加工 甚至呢 再多出来的呢 可以放在一个公共空间那里 给一些有需要的朋友拿回去 是的 那我不如介绍这些几种菜 首先就是这个 这么小的椰菜 那其实这些椰菜呢 完全是没有烂 没有病 没有痛 当然是完美的 但是为什么这么小的呢 就不是那些 叫做Brussels Brow的椰菜仔 这些呢 其实真的是一些 本地我们种的高丽菜 就是夏光的品种 一个高丽菜 其实是秋天种的 我们大概在10月1月的时候 就已经是收成了 那个椰菜了 那接着呢 我们留下 底部呢 因为种得太好了 底部有很多氧粉 然后呢 它在一个 静干那里呢 它就出了很多个 这样的椰菜仔 黏着在静干那里 那每一个呢 都有可能二三百克的 那其实呢 你拿两个来 已经炒到一碟菜了 而且呢 这一批呢 我们在比较冰的时候 10月1月的时候 收成呢 它更加实 可以做Picco 业绩也很适合 那 那这些小椰菜 那我们又不知道 怎样去卖给 市面上的朋友 那唯有不如 送给大家试试吃吧 那另外呢 鸽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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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也有说过呢 它呢 如果散到好像空型 那样 就比较不漂亮 有些渣的了 但是都可以吃的 那我们可以批准它 然后一切又撕 然后一吃下去 就没有五角有渣 那 另外就是 红菜头 那你见到 红菜头呢 上大下渣 那如果我们交给佳子 可能他们不太喜欢的样子 那这个就下渣 这个上面渣 那但是呢 吃下去呢 那味道是完全一样的 特别是红菜头 它大和小 或者那个样子 都不会很影响 那个质素的 那这些可以做沙律 或者Picco 业绩 甚至熬汤都很适合 那就是萝卜 那萝卜呢 其实本身这个 基本上我觉得是没问题 是的 只不过因为我们有机种植 我们不会去 杀了泥里面的那些 虫的 所以呢 那里面可能有一些 有些优引 有些虫 会滑过 就会弄花了皮 那这些花了皮 那我们如果交给商户 可能又不是那么好看 那我们可能就 譬如留起 那我们有些会用去做赛宝的 那也有一些呢 就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那 那遲些 看一看 大家留意一下 会不会有更多的农场呢 愿意 将他们多出来的那些 所谓不靓仔的菜呢 可以和整个社区 或者和我们 全香港人一起分享 那